你的声音真的会让人家掉泪 真的 如果第一届我在现场 我根本就不会把他淘汰 我觉得这种歌手太难得了 像你这种歌手 他真的是穿越了性别 穿越了什么 其实我听歌来说 他的意境跟feel都很好 他让我想到那个Vitas Vitas 我觉得他的声音太可怕了 我觉得特别是你在高音的地方 真的是 我刚听的时候 我的鸡皮疙瘩就是就 就掉满地球 我也很惊讶 不可思议 当我听到你唱歌的时候 其实我有很多的这个设想 我感觉到你可以唱卡通片的歌曲 也可以唱古装片的歌曲 也甚至也可以发挥出 自己一种新的意义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制片 我下一步要拍一个 这个历史古装剧 我第一个人选一定找你 你来唱的话 我的票房多加一个亿 我觉得你是目前我这样听到 我觉得唯一我认为可以走出中国的声音 说起宝藏男孩周深 大家都很熟悉了 他优秀的唱功与实力毋庸置疑 追周深就像拆神秘快乐的萌盒 一首首新歌 一个个舞台 呼唤着每一个喜欢周深的网友和粉丝的心灵 这期我们盘点周深六大神仙合唱 你都看过吗 第一位周深毛不易 梅香如故 毛不易和周深这样的组合 从没有想过两人的声色可以这么的有对比度和故事贴近感 毛不易烟嗓带来的独特故事性 极适合这样娓娓到来的歌曲 而周深独特的声线 让听歌的人更多一份细腻的感触 两人完美贴合情感的层次 可谓恰如其分 第二位周深盖含泪合唱 玫瑰少年 又一次给大家带来了人类高质量舞台 努力绽放的样子最有力量感 值得循环一变 第三位周深李克勤 天下有情人 周深和李克勤在节目中组成了情深深组合 带给很多观众以惊喜和感动 两人翻唱的数首歌曲都堪称经典 他们这一对组合也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一对 爱是一顿一顿一丝一丝的是非 就如其人再不能够说这回 第四位周深 李健 贝加尔湖畔 周深与李健合唱 贝加尔湖畔 虽然是临场合作 可感觉就像是过去两个场景与画面的交叠 第五位 王熙与周深合作的月弯弯 周深是嗓音空灵婉转的夜音 王熙是唱腔低沉稳重的醒诗 两个人所演唱的音符在空中不断碰撞 摩擦出的火花就是最绚烂的烟火 而且这种反差一点都不显得突兀 反而有一种水火交融所创造的感官刺激 单红红红的心碎了一半 江湖畔 眼光把这些 liter 缘的那么南 等不到圆满 都怪我们不雅敢 你在我生命留下的遗憾 怎么还 整首歌听下来 你就像喝了一壶甘甜的清酒 嘴里回味无穷 大脑沉醉欲睡 这就是周深的实力 他的嗓音就像被天使亲吻过 不管是和谁搭档 都能有1加1大于2的效果 第六位周深腾戈尔大于的天堂 不同嗓音不同风格的两个人 两首歌又是互唱对方的曲子 本以为会大失所望 却不料想两首歌的混搭 竟毫无违和感 更是出乎意料的好 当腾戈尔演唱时 周深在一旁用高音和声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两首歌的完美融合 为我们演绎了一个绝美的舞台 而最后 原生泰的唱法 更是惊艳无数人 简直绝绝子 不愧是宝藏男孩周深 相信他的音乐之路 会一直铺满鲜花与赞美 期待他有更多优秀作品 但是我会学皮卡丘啊 就是你看正经版皮卡丘 嗯 皮卡皮卡 皮卡丘 然后生气的皮卡丘 皮卡丘 然后二货版皮卡丘 皮卡丘 学个做人吧好吧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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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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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